大家好,歡迎收看全日總結的環節 身邊嘉賓有郭Sir,你好 你好 回顧港股方面的情況 恆指暴在23682點 暫時升154點 今日下午中午早禁的時間 日本央行方面都公布維持利率不變 見到日元是走弱 日股在午後都轉強 連同港股都有一個大動 升幅進一步擴大 現在來說是否觀望美國方面的意識會議是怎樣的情況呢 暫時來說我不覺得美國的利率的變化 對香港的股市會帶來什麼大的影響 因為事實上來說資金很充裕 大家如果早前有看報紙 你看到好像中銀香港 其實新造樓宇的按息是低至高薄加1.4 高薄加0.25厘 即是供樓的利率 新造樓宇那些是低至1.65厘 現在銀行的利率是低的 P-3.1 但比P-3.1更加低 為何會出現這個情況呢 唯一的解釋是資金實在太多了 會不會因為美國可能加息或資金會鎖緊呢 我看不會因為不論日本歐洲英國 美國以至中國政府 都是不斷地量化貨幣 老實說市場流動的資金是多到很重要 多到難以形容的 在這樣的資金流動那麼強之下 如果你美息真是再進一步 上造0.25厘的話 其實對市場的 融資成本 最多造成的影響就是0.25厘而已 因為資金實在太多 大家都希望找出路 況且 現在這一刻來說 其實也沒有太多資金的出路 不同說 十年八年前 你可以金錢 你可以油 還有一個 投資板塊 是可以吸引資金流入的 但現在是沒有的 債息越來越低 商品價格 持續疲弱 整固不前 剩下的錢可以買什麼呢 如果你買美國債 十年的息率只有離己 賣股票好過 一個星期 買對的都不止離己 只一個星期可能是幾% 所以 最終 錢都會流入股市道 不用看其他東西 只看美國就知道了 2月11號 杜敬斯指數最低 15503點 到6月27號 杜敬斯指數 因為少少反覆 曾經低見 17,067點 將這兩個低位連線上來 組成一條 中期的上升軌 再看看 8月16日 美股曾經見過 18,668點 之後進入一個中期升後的消化 很正常 今年以來升了3,165點 調整一下有什麼出奇 直到現在這一刻 第一美股并沒有在收市那刻跌穿18,000點 是沒有的 第二 就算有少少反覆 不前也好 跌到剛才我所說的中期上升季 已經不肯進一步向下跌 即是說走勢 比估計為強 你想想市場人士 會不會說不考慮美國加息這個因素 沒有可能不考慮 我只能夠說他們根本上 一直以來都消化了美國 有機會加息這個因素 還有 亦都可以看到 就算加息 聯邦基金利率 都是0.5到0.75厘 相對歷史來說 這亦仍然是很低的水平 而最重要是市場仍然有很多錢 而這些錢 仍然要找投資出路 加上 加息後 對企業的融資成本 是會有少少影響 但影響性不會大得那麼重要 即是說 股市的升和跌 根本上 不是受到 加息所影響 不過 資金一直都在市場上滾動 我不管你做好做好 你當然要找藉口 美國可能加息 這肯定是 定為偏淡的 消息 或者事件 既然是這樣的 想買的就停手 拿著便宜貨 以有錢賺 不如先計算 零零碎碎的股額 已經可以把事情 作為明顯的 回調 事實上亦都出現了 恆生指數 今月9日曾經見過 24,364點 去到14日的低位 23,155 短短四個交易天 恆指已經跌了 1,209點 如果你用一個 星期以來的看法來看市 市跌了 是真的急 因為4日跌了1,209點 上星期一已經低了503點 但如果從整個中期 走勢來說 只不過是大漲 小回 直到這一刻 股市的上升 都是基建於兩個理由 第一 資金實在太多 第二 香港本身股份的股值 根本上不算高 上回12、13倍 都是比較合理的 就是這個概念 謝謝郭Sir 在港股方面的分析 另外轉看一些 移動股份 今天看到 1193的華潤燃氣 升上來 亦創了上市的新高 最高 見過28.4毫半的位置 現在 佈在28.3毫半 都升約6% 相關消息 包括 說到國際油價方面的 回升 都有帶動 另外 就說到內地的第一財經 引述地方財政廳的消息 就說第三批的PPP模式 即是公共私營合作制 已經是下發了 亦都說 燃氣建設作為公共服務 和基礎建設 都具有這個PPP概念 令到整個燃氣板塊都炒高 其中就是1193 都炒起了上來 接下來還有沒有得繼續追 首先看政策 現在改善了很多 在年前 北京 上海 天津等地 空氣質素很差 尤其是 北京 首都 空氣沒有賣得很厲害 所以中央政府 希望未來5年 大幅度減少碳排放 減少碳排放 多些用生能源 哪些呢 太陽能發電 風力發電 垃圾發電 以及水力發電 這些都可以 在一個 比較環保的供電板塊 當然 直到這一分鐘 這類 天然的發電 需求來說 基數仍然很低 另外一種比較環保的發電 是天然氣發電 但是天然氣發電 都有少少 碳排放 你要絕對做到零污染 只能夠 就是 核能發電 絕對100%環保 不過 安全係數要求很高 未來這幾年 一直減少碳排放 我自己覺得 在太陽能 風力發電 或者垃圾發電 提供的電力 未能覆蓋面那麼高的情況下 當然是 天然氣 這有利一些 燃氣相關的股份 包括經營天然氣 業務的一些公司 或者 城區 負責發展 管道燃氣的公司 事實上來說 在頭期 鋪排這些管道 基建的成本是很高的 不過當你的網絡鋪排完之後 以後 通過輸送 天然氣 你的收益 就會很穩定 等於香港 建了新樓的 也有煤氣管道 30年前 40年前的大廈是沒有的 最初是用火水爐 然後用石油氣罐 一罐罐抽到家 鋪排爐頭 用石油氣 來煮菜也好 煮飯也好 煮水也好 到後期就用完了 又要再換 但是用煤氣 因為是管道 所以免除了 物流局方面的問題 但同時也帶出一個問題 在管道鋪排頭一個階段 投入的資金是很多 是天文數字的 但當網絡鋪排完之後 以後就收了 其實對華潤 煤氣 天然氣 煤氣方面 是 提供了一個很穩定的收入 看估值 21倍的市盈率 以往值來說 不算特別吸引 老實說 加上息率也只有離脊 如果喜歡高息的投資者 這隻未必適合 如果想買穩定增長形態 華潤煤氣應該是其中一隻 可以考慮的 吸引對象 謝謝郭老師 華潤煤氣 以今天最高位 28.5的位置 就是收市 還追不追得過 如果你純粹是抱著投機心態 就無謂追 老實說 因為 一年的低位 18元上升了差不多50% 升了50%的股份 就算追 也要考慮高台回到的風險 如果你看到業務前景 問題不大 你就不要介意 股價未來高台有少少整固 你就分階段慢慢買 不過也不便宜 一手兩千 買兩千也要五萬多元 對一般的省湖來說 這也是一個風險 唯有暫時觀望 好 其他煙氣的股份 384的中國煙氣 今天升埋近4% 新澳能源編號2688 都升2% 1083的港華煙氣 升超過1% 這一節的時間 亦都是差不多 謝謝郭老師 剛才的分析 說的股份有沒有哪一種持有的 沒有 有些待會再見 明天